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这个星期纽西兰陆陆续续向某些城市和国家开关, 进入了另一个状态。 这个LEGO,厉害了, 又是这位小朋友帮我做, 当中有两个不同的city, 一个他认为是所谓的天堂, 而另一个是现在地上的城市, 很明显,他的天堂一定有食物,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到箭嘴的部分, 他很喜欢吃甜品, 他也懂得放些黄金在天堂, 我相信应该可以慢慢教他。 地上和天上的天堂有什么对比, 原来地上被我发现竟然有火车, dump truck, 即是不太妥, 在这里让我看到他的天堂真的很美, 很多东西吃, 又看到他弄了十字架, 又有黄金,又有他喜欢的车车, 让我想起, 其实加拉太书好像也有天上的耶路撒冷, 和所谓现在和地上的耶路撒冷。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 究竟保罗上说什么。 我们同心去祷告, 去天父神祝一次献上感恩赞美, 多谢你, 当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是一件可等美好的事情, 主要在我们想不到的情形底下, 将到救恩给我们, 主要保守以下下来的时间, 当要研读主你的话, 让我们真是明白, 以致我们能够真正我们现在的身份, 活出应有的使命。 保守以下下来的时间, 愿圣灵亲自以人灵开启, 听孩子的祈祷交托感恩, 奉耶稣的命以求。Amen。 今天就去讲这个相成的罪事, 看这十一节的经文, 但其实今天我都会开启, 因为都会有很多东西去和大家去讲。 以及今堂暂时我就不会有复杂上一堂的时间, 因为我会将到最后的部分, 作为一个总结给大家去参考。 好,希望你看得到这几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去看。 21节,你们这情愿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 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阿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 那使女所生的, 是按着肉体生的。 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24节, 这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国羊。 一个妇人是出于西内山, 生子为老就是下甲。 此下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内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女。 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老的。 但另一妇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由的。 她是岸门的母亲, 因为经常记着, 不怀孕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铲烂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 28节, 地欺门你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的, 如同以杀一样。 当时那岸着肉体生的, 迫害了那岸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事说, 把妻女和他儿子赶出可以, 因为妻女的儿子 这两段经文, 我会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很明显是4章21至27节, 另一段是28至31节。 不过去处理经文之前, 我又要去解释一些看法。 其中包括是, 什么叫做Torah? 律法。 什么叫做刚才24节。 有一些译本叫做译意, 或者叫比方。 那么究竟这个比方, 预意, 还是预表, 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我们开始和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Torah? 大约十年前,我在诸一学里面和大家分享过《旧约圣经》的来龙去密, 包括目录上的编排,介绍了一些看法。 现在我们在读《马丁路德十六世纪》的编排, 究竟犹太人的所谓《圣经》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是没有新约的,其实我十年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也是用十年前的笔记,他们的《圣经》叫什么? 就是叫做《坦纳》,是什么? 希伯来正典的卷录,坦纳,分为三部份, 我都分了给大家,第一部份叫做Tara, T字塔,是以教导分复为主的。 千万不要以为这部份就是讲什么呢? 割命律例典章,当你读本从创世记至生灵记, 有很多序事和故事的。 第二部份你可以翻译为先知或信息, 叫做Navahim,N字頭 第三個部分,我們所謂叫做Writings,或者一些著作,就是Katubi 那你就會看到,猶太人聖經就取了頭英文字幕TNK 中間就放了A字下去,因為要發音,所以叫Tanak 如果我們認真去看猶太人去讀那個聖經 他的編排的沐浴和我們是很明顯不同的 但是我們看到是一個盟約的關係在裡面 我們看到有上帝的作為,他的心意,有他自己的說話 最後那部分是人要怎樣回應,是一個應該說別的關係 所以Torah不是說什麼律例,是說一些教導 是適用於任何教學的方面 希望你們明白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猶太人聖經的編排裡面 他們以Torah,即Torah center,以Torah為中心 所以我都給了一個圖 看到Torah,然後外面的圖是先知或訊息 然後再出就是著作 究竟這個編排是否真的,是否認可 我和大家看一段經文 《路加福音》24章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摩西的律法》Torah 《先知的書》Lavahim 和詩篇,因為詩篇是排在著作的第一卷書 所記著一切,指著我的話都必應言 我們正在用現在基督教編排的方式不同 我們正在用的是以時序為導向 很明顯就會見到一個過去、現在、將來的救恩角度出發 例如《摩西五經》和所謂的歷史書是過去 所謂的現在就是詩歌、智慧書 一直到未來就是大小先知書 我的解釋就是停在這裡 我真的希望讓你知道 猶太人的Torah 其實是在說什麼? 是在說罪事 是在說上帝的作為 是要讓以色人知道 我是耶穌華 所以有學者這樣說 如果摩西五經中心的主軸 所謂的重中之重 你打開尾記 正正是五經中間的部分 第十九章 重中之重是什麼? 我是耶穌華 所以保羅同班 加拉太信徒說 Torah 律法書 其實是包含創世紀至生命紀 是在說上帝的計劃和應許 在說一些歷史故事 不只是一些革命律的章 另一個我要跟大家嘗試去處理 就是一些色經法的問題 究竟加拉太書 究竟加拉太書 保羅正在用的東西 叫做寓意 還是寓表 有沒有分別呢? 因為在二十四節裏 原文的翻譯 也叫做 Allegorio 即是被寓意化 最慘的是 在新約聖經 只在加拉太書出現過一次 就是這樣 當然 其他的希臘文獻 都會用這個表達方式 一些猶太的著作 都會用 他們通常 什麼叫寓意 例如打個比方 當然 有些人認為寓意 有少少靈異解經的部分 當我們看不同的參考書 或是色經書 當然有不同的討論 事實上 的確 聖經也有一個genery 這個問題 寓意和寓表 是一個微妙的關係 什麼叫寓意式經法 技術 寓意式 一些模型 形式 就是圖形式 如果你在中文裡面 翻譯一些英文 有應該翻譯 典範 叫樣色 痕跡 榜 尷尷 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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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个旧因历史中允许实现的一部分。 这种解经法是建立于旧约和新约神学方面的一致性, 相信旧约中一些人、事、物的影射, 是透过新约当中反映出来人、事、物。 所以有一定程度相似、雷同和对应。 所以在旧约的历史中,旧约的预表type和新约本体之间的性质和运作模式有一定的雷同相似和对应。 我们有学者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六种不同的预表, 其实笔记都有的,就是人、制度、职份、事件、行动和物品。 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在旧约的历史框架里面,后者就是前者的成全, 并且可以重复地表达。 新旧约的关系就是预表和本体的关系, 亦是影像一个shadow和实体fulfillment的关系。 我希望你还记得,神启示新约圣经的作者明白上帝的救话, 是让他们看得到新约和旧约的关联。 所以当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打上十二分精神了, 就是见证着基督救恩实现在旧约当中的应许, 同时是透过旧约的事件或者背景去解释新约的事件, 即是在旧约历史中,即是处境中的一些意义。 我希望你明白,所以当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 我们要去参考,要去想,要看回当时旧约的背景, 究竟当中有什么含义。 当然,说回语表法,不同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 语意法,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原文的翻译就是被语意法, alegarial这个字。 刚才我都说了,这个字真的只是加拉太书用过一次, 有人会觉得有点危险的,用这个方法。 如何都好,正如刚才所说的, 希腊人的作家都会用这个方法去解读他们一些作品, 即是他们的神话、诗歌、历史, 当然犹太人也会有。 其实语意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将一些意思,已经假定了一些意思, 加在经文那里,超越了字面和普通字面的解释。 假设这个意义可能有些抽象, 可能有些哲学观念出来,不出奇。 但他的目的就是将文字和事物背后的深层意义带出来。 所以他不一定所谓有刚才预表法的, 本体上的关系或者对应模式。 在宝罗时代,老实说,我不觉得他会将这两种方法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释坚加在《加勒太书》四章二十四节, 真的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是语意,有些人认为是预表, 有些人两样都有。 我自己个人的倾向就是, 我又不想定了保罗, 究竟是预意或者预表, 我不想限制了, 会不会两个都可能有呢? 因为在保罗的时代里, 下夹和撒拉的故事是不停用了不同的形式去人用的。 可能我们也说过, 我们收一封信的时候, 其实也在猜到保罗的对手那群搞事者说过什么, 会不会那群搞事者曾经用了下夹和撒拉的例子 和《加勒太书》的信徒说, 所以保罗要用这个故事去描述他的观点, 即是以色、马利和以撒两个都走过来, 那保罗就可能要回应哪一个是真是阿伯拉罕那一位的子书问题了。 的而且保罗就真的透过下夹和撒拉的故事, 这四位不同的人物, 即是夏加勒撒拉、 这四位不同的人物的故事, 原则上我都叫大家去看, 但我会很快和大家去看一些东西。 小四记十一章三十节, 在词后让我们听, 《加勒太书》, 《加勒不能生育, 没二孩子》, 在12章1-3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对阿伯兰的七个应许, 我不需要重复,因为我之前去看过。 接着我们曾经看过15章,看到人的框框和上帝的无限, 因为阿伯兰等了很久,似乎为什么还没来的? 我会不会是我的仆人大马士吉以利借的那个? 就是这样。 耶和华很清楚,不是。 于是乎用一个实物教材带阿伯兰出去看星星, 那个仆人不会是你的侯蕊。 我记得我之前几堂也有他说过, 所以当耶和华带阿伯兰出去看星星的时候, 天上的星星,不是动物园, 那些星星的时候,阿伯兰就信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在第6节里说, 就以此算为他为义, 就是认为他做了应该要做的事, 因为他懂得选择一个合议的对象来相信和回应。 好,到了16章的时候, 你也明白了, 又等了一段时间, 于是乎他太太和他都用了人的计划, 因为当时萨莱有一个扑匹匹女, 是埃及人,叫做夏甲。 他说不如你组去做妾吧, 阿伯兰又没有去问神, 于是他说OK了, 于是乎就用了人的方式和夏甲去同房, 于是乎就有了。 当夏甲见到自己有了的时候, 他竟然轻视他的女主人, 于是乎你轻视我便虐待你了。 所以夏甲就逃走了。 我们继续去看人自己的计划。 当夏甲逃走的时候, 其实耶和华都顾念他的, 但是都跟他说, 你回到你的主人那里, 你要继续屈服服侍他, 但是我可以答应你, 你的后裔是极其繁多, 多到不可星数。 因为我告诉你, 多到后期, 他的儿子伊什玛里, 真的有十二种人, 你看看《创世纪》就知道了。 我都告诉你, 他儿子的名字就是伊什玛里。 伊什玛里的人是如何? 他为人必像野老,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要攻打他, 他的尚与他的众弟兄作对。 我去看的时候, 很明显伊什玛里不是那个侯蕊, 因为《创世纪》十二章那七个的应许不同, 是要祝福人的, 不是到处和人作对, 到处去打。 接着, 亚伯兰真的在86岁的时候, 就生了伊什玛里。 在这里, 我有点背景, 要说一说, 当时是绝对可以这样做的。 夏甲虽然是老鼻, 亚伯兰是绝对可以娶了他, 因为事实上是长子, 亦可以有这个继承产业。 当时的文化背景是绝对可以的。 到17章的时候, 神在说什么? 再次说明伊什玛里, 不是那个侯蕊。 所以你会看到神有对阿伯拉罕说, 撒来不叫撒来, 开始改名了, 就叫做撒拉, 他说我必似福给他, 要从他次, 一个儿子给你, 我必似福给撒拉, 他要兴起多国,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在这里说明, 伊什玛里, 不是那个, 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一个一字, 但其实是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去再看, 他说, 但阿伯拉罕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太太也过了生日, 于是他说, 但愿伊什玛里活在你面前。 于是福神说, no, 你妻子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吸他, 名叫以撒。 他说, 我与他坚囊我的药, 成为他后裔永远的药。 接着看到, 撒拉的《不信爱》第十八章, 怎么看到呢? 他心里偷笑, 涉笑, 他说, 我都老了, 阿伯拉罕都老了, 哪会有这件喜事呢? 接着耶和华说, 他喜有难成的事吗? 明年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有个儿子。 撒拉不敢承认, 他偷笑, 但个人说, 你真是笑我。 很快到二十一章, 就是对撒拉的应许实验。 到神对他说, 拿锁定的时候, 撒拉怀了人, 吸他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撒。 以撒的名字是什么? 喜笑。 他之前偷笑, 现在叫喜笑。 接着第六节, 撒拉说, 神使我欢笑, 分听见的人, 必与我一同欢笑。 接着我们看到人所作的后果, 应该好好的, 怎知发生了什么呢? 孩子漸漸长大, 即是以撒断了奶, 即是以撒断了奶那天, 摆切延食, 即是现在的一百日, 一百日宴会。 撒拉突然看见埃及人, 下甲为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喜笑。 接着无端端就说, 你要把这个子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个子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 以撒一同承受残业。 接着阿伯拉罕当然很烦, 怎么办呢? 神就跟他说, 你跟着撒拉要你做的事,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约。 很快去go through 创世记那几章的经文, 我再强调以撒马里不是那一位的后约, 在创世记里面, 我们看到人不停去做错, 不应该是用人的方法, 但上帝不停将人犯罪后所做的错事做什么? 不停去修补, 不停去收回号。 我们看到人的计划和上帝的计划对照, 创世记三章至十一章, 就让我们看到, 人是多么无能, 好叛逆。 好了, 到神去选择阿伯拉罕, 同样在生儿子的事件里面, 都有人的意思, 在当中, 最后都由上帝来搞定。 当我们重温了创世记的故事的时候, 当然, 十七章是有提及割礼的, 我下一堂才会说, 究竟割礼的意义在哪里呢? 但两个儿子都有行割礼, 请问, 谁是阿伯拉罕组成产业的后裔呢? 是否超越血统呢?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一看,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阿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事女生的, 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 那事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 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在这里, 保罗再次用一个修持执问方式去问回加拉太信徒, 你甘愿守律法之功吗? 其实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律法? 老实说, 保罗不会理他们知不知道, 而是很希望他们再次认真思考, 于是乎就用了一个他们很熟悉的故事, 就作为保罗一个论证, 反驳当中的敌对者。 他不单只用了下格和他的儿子以什玛利, 还要牵涉到西乃山或西内山的约, 以及连去到耶路撒冷。 四章22节很明显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 因为原文是Normous, 之前有一个观词, 是指创世纪和指导生命纪。 我之前已经在这一堂开头给你们看了, 我们要从保罗关心的议题里出发, 那一个才是安神的基础下, 是阿伯拉罕那一位后裔, 那一粒的种子, Seed, Sera, Spruma。 阿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是根据什么基础下而生的呢? 两个儿子都有走国历。 阿伯拉罕生子的故事, 旧约典故, 保罗期望加拉太信徒, 真是听清楚真正律法的内容,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阿伯拉罕的妻子和妾子, 他所生的儿子的故事, 经文我都给了大家, 他很希望他们, 即是那些加拉太信徒, 透过这个典故去认清那些搞事者的观点, 好让那些加拉太信徒明白保罗的论点, 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 什么叫做凭应许和产业的继承权? 在这部分里面我都看到, 没有提过两个儿子的名字, 其实由始至终都没有提过另一个儿子的名字, 另一个是自主之母, 由始至终, Sera, 薩拉都是一位主母, 她不是一个女奴, 所以她的儿子, 其实真的有一个产业继承权, 保罗就是用了妇人身份的位置去作出一个论点, 不是用一个血缘那么简单, 而是超越了一个血统, 我都说了, 两个儿子都是受割礼, 为什么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奴隶呢? 第三, 凭着应许, 你只要参考创世纪15章的经文, 17章的经文, 以及18章的记载, 是清清楚楚, 描述了耶和华向阿伯拉罕的承诺, 承诺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们看到撒拉的不信, 所以凭着应许意思也有凭着信心的意思, 应许和信心是有关系的, 最后, 在这部分看的就是不凭肉体, 只要参考创世纪16章2-4节, 我就不去看了, 那个记载结论里, 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和撒拉所做的, 完全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心思, 用了人的方法, 实现了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 老实说, 其实也不得了他们, 耶和华这么久都不出声, 等了十多年, 所以又难怪, 其实是在反映着什么? 他们不信, 这里他说, 肉体的意思不是奸淫, 其实可以解释为, 不凭着信心, 没有按照上帝的应许下来活, 所以你看到凭着应许和凭着肉体 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即是凭着信心和人的不信的一个对比。 两个儿子故事的属灵含义, 西奶是昔日担保摩西律法和订立西奶之药的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夏甲是一位奈及人, 他的儿子伊什玛利是阿拉伯北部大族的祖先, 因为后来传送去巴兰抗野, 然后一直去抗战, 你可以参考创世纪二十五章, 那里也有说, 二十玛利也有十二族, 他也很厉害, 保罗专专用阿拉伯的西奶山, 会不会因为他曾经在阿拉伯有几年的时间, 在当中, 你当他装备好, 安静好, 或者传道也好, 因为现在太书一章十七节那里有说, 可能当地也有说过夏甲的故事, 有一个犹太的作者叫菲罗, 我用中文这样形容, 就论述夏甲宁愿选择做希伯来的女人, 在目的他想暗示夏甲也是通过遵守律法, 来伴依犹太教或者归顺耶和华, 可以参考一些犹太文献, 如果你上网也可能会有的, 叫米大使, 那么说, 保罗专专专想说什么, 他想指出夏甲和以什玛利是代表西奶山所立的羊, 和地上的耶路撒冷, 稍后我们会看到, 所以他的儿女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奴隸, 为什么是奴隸, 因为阿伯拉罕, 他们选择了倚靠自己的能力, 去得以什玛利, 以为可以这样, 就可以实现上帝的应许,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保罗觉得他们是奴隸, 因为保罗一直都见证到, 犹太人是倚靠自己的行为, 去做九主, 所以他们是在做奴隸, 你看看, 现在的犹太人在哪里, 在被罗马势力的控制下, 在罪的控制下, 在托拉律法的就座下, 被分散流放, 在罗马势力, 大概是什么被你看到的, 这些东西, 至于保罗对药的理解是什么呢? 由此至终, 药的一个药, 我不和大家看, 我记得也是八年前和大家看过的, 但是, 你可以参考这些经文, 可以了解, 其实当中出现的摩西之药, 大卫之药, 是没有冲突的, 其实是一个一致性和整体性, 他们的出现是帮助了解, 什么叫做新药, OK? 耶路撒冷, 希望你还记得24-27节那段的经文, 其实保罗用了一个时间性, 他现在的耶路撒冷, 以及地域性再上的耶路撒冷, 去提及耶路撒冷, 当中不是一个直接的对比, 你如何从时间和地域去对比, 不过是不同的层次去描述, 我们试试看一些经文, 在春埃及记上, 耶路说, 吩咐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献礼物给我, 凡金心乐意献给我的礼物, 你也可以收下, 要从他们收的礼物是… OK, 到第8节, 他们要为我做圣锁, 使我住在他们中间, 第9节, 你们要按照我指示你的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的样式, 照样去做, 一条跳到第40节, 要谨慎, 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 看到吗? 摩西正在抄神给他的copy, 另一段, 另两段经文, 智慧篇, 就是刺经, 你曾命令我, 在你的圣山上建造圣殿, 在你居住的城一内, 收足祭坛, 仿照你起初所被置的圣幕的释让。 OK, 啟词6 得圣的, 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 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圣的名, 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和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天上的耶路撒冷, 本应该就是本体一个实体, 现在地上那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shadow呢? 我们会发现,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约柜, 小小的, 接着再扩展一个圣殿, 再扩展一个耶路撒冷, 神圣的地方是越来越大, 是超越了戒眼, 因为依靠耶稣基督去祝福万国。 凡是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我们看看耶路撒冷, 所谓现在的耶路撒冷, 和再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是一个对比, 既然有再上的耶路撒冷, 即是地上, 既然有现在的耶路撒冷, 即是将来, 我们这样推论出来。 先看现在和地上耶路撒冷, 自从哈加和以色列马里被赶出, 我们会看到, 亚伯拉罕的家门之后, 好像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 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敌对冲突关系, 直至到现在, 保罗很明显不是在说种族的问题, 保罗其实是用一个奴隶的记号, 是比于地上的耶路撒冷, 因为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假的, 为什么假? 做不到祝福万国的功能。 包括, 保罗要去责备耶路撒冷教会, 因为是一个产生, 凡所, 礼仪, 冲突和混乱的地方。 你参考加拉太书2章3节和12节。 另外, 保罗在被加拉太教会那班的搞事者, 敌对者, 将耶路撒冷教会作为典范, 当作犹大教和基督教的中心, 交到初五, 到你的地方。 我们看看再上的耶路撒冷, 将来的耶路撒冷又是怎样。 如果你还记得经文说什么, 希望你记得, 保罗突然提到, 撒拉是加拉太信徒的母亲, 有什么关系呢? 下一部分我先回答。 但保罗似乎想初步透过撒拉自由身份的地位, 作为一个立论的基础。 究竟上面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 撒拉是代表凭着应许而生的儿女, 象征有自由和有继承权。 所以天上的耶路撒冷要拉到地上, 是活出应有的意义, 当中包含里面两样东西, 最少两样东西, 可能你提到三样, 我提到两样。 第一,有灵类的自由, 圣灵成为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意。 这个应许就在外邦宣教的事工里面实现了出来, 由圣灵的能力而生来, 实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 第二,在外邦人身上成就了亚伯拉罕的工作, 通过教会祝福万国。 是一个全新的秩序, 教会被建立不是用一个旧的律法去生活。 虽然现在我们在地上, 但我们是不是在活着天上耶路撒冷的模式呢? 两个儿子故事的属灵含影包括, 应该不是耶路撒冷, 是外族之母。 为什么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呢? 我们就要参考以赛亚书51章, 即是头的三节, 即是创世纪有关萨拉故事的背景。 我们看看。 他那里这样说, 追求公义寻求而和话的人, 当听从我, 你们要追上自己是从一块盘石作出, 从哪个岩蕭刮骨出来, 要追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 因为我选招亚伯拉罕时, 他只有一个人, 但我赐福给他,使他增多。 而和话已经安慰石安, 安慰了石安一切的废墟, 使旷野如伊甸, 使沙漠像而和话的原子, 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当然在圣经记载, 其实也有不少生不到BB经历的女人, 但是以赛亚书所提及的不育的妇人, 其实是指什么? 其实是指秘老归回的犹太人, 先知口中所提到的石安, 就是那句话要提及那些归回的犹太人, 将来必会复兴,人数加增。 我们看一段经文,二创亚书54章。 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伸展你居所的万子,不要缩回, 要放长你的省子, 兼顾你的缺子,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战, 你的后裔必得列国为业, 又使荒废的城镇有人居住。 不单止人数增加, 这个人数来自曼国, 更加这些人是要一同敬拜耶和华。 二创亚书五值一章, 我的文要留心听我, 我的国要向我责义, 因为训惠必从我而出, 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国, 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 纵海岛都要等候我, 依赖我的宝贝, 你们要向天举目, 观看下面的地, 天必相, 燕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漸漸破旧,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调。 有, 看到吗? 所以有关萨拉和其他不育的女先祖的那些序事故事, 原来就是以色列后期的历史当中, 包括犹太拉比的著作, 都是要用来比喻犹太民族的终末复兴, 所以保罗称萨拉维加拉太信徒之母,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保罗的眼中, 加拉太信徒的出现, 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我都给了一段经文大家, 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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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外邦人拉入了神的国道, 连在一起, 让外邦人也可以进入神的家族, 祝福曼国。 所以, 当我们看看段落的重点, 其实就是要表达新世代的信徒, 全部都是阿伯拉罕属灵子孙, 因为他们就像像薩拉一样, 凭着应许, 凭着信心, 相信上帝的应许, 而不是依靠律法, 成为老帝的后约。 所以, 刚才段落的重点, 笔记就有, POWERPOINT就没有打出来的。 另一段要看的经文, 就是28-31节, 那里这么说, 和弟兄们是凭着应许, 作儿女的与与以杀一样。 当时那按着肉体, 要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 把子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子女的儿子, 绝不能与自有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啊, 子养看例, 我们不是子女的儿女, 而是自有妇人的儿女了。 为什么保罗说, 按着肉体生的, 要迫按圣灵呢? 是否就是以实玛利, 迫以实呢? 我们看到女人发火, 或者做妈妈, 看到自己的儿子被人欺负, 不然可以去到那么尽, 把人赶出去, 那我们谈谈当时的背景吧。 那里这样说, 我们之前也看到, 当时摆入一个封城的颜值, 那时突然间, 撒拉, 汉建埃及人, 夏甲为阿伯拉汉所生的儿子, 气笑, 啪啪啪, 接着要赶出去。 如果我们读创世纪, 我留意一下, 其实, 尤其之前, 作者也没有去怎么描述过 二十玛利, 做过一些对不起以撒的事, 或者欺负他。 不过, 但二十一章, 却有一个字, 就是 气笑, 这个词, 究竟这个 playing, loving, paisander, 这个词, 是正面, 还是负面呢? 我告诉你, 你去查, 可能有很多意思, 但我只是当中的重点说出来, 刚才我都说了, 气笑, 以撒名字的意思就是 气笑, 或者稀笑, 如果从正面的角度, 就真是代表二十玛利是什么? 真是很善意和他弟弟玩, 但原来从负面的角度, 是代表可以恶意嘲笑, 按犹太人传统记载, 以实玛利是在嘲笑以撒, 不是长子, 只有他才是长子, 可以继承双份的产业, 我不理究竟他是正面的意思, 还是负面的意思, 但我们去见到就是, 咦? Sara 撒拉 是不安和恐惧,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以撒他儿子的地位受到迫害, 的而且按当时的文化, 以实玛利确实是长子的, 对不对? 当我们刚才读回《创世记》的时候, 看到Sara 撒拉的回应里面, 他不愿意以实玛利和夏甲的名字, 只是强调埃及史女的义址, 和史女这个称呼, 刻意将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地位如何? 降低, 即是觉得他们没有份, 如果你看到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回应指引, 同样上帝都没有提到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名字, 很明显以实玛利不是那个侯蕊, 所以是没有地位和没有名分给他的, OK? 现在不也是这样, 保罗想说什么呢? 为什么说肉体逼凌生的呢? 保罗认为昔日以实玛利对以实的迫害威胁, 是来去比喻或者比喻那些现在的搞事者, 对加拉太信徒的迫害, 因为他们要强调要求加拉太信徒手入法限国才能得救, 这些都是按肉体生, 按个人心思意念, 这样去做人行事, 其实保罗很明白的,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逼人的那些人, 直到他们在大马世家路上见到复活的主耶稣, 他们想通了, 生命才被改变, 另外,什么叫做按圣灵生的, 现今也是这样呢? 他们提醒加拉太信徒, 透过相信耶稣基督, 早已领受了圣灵, 是一早已享受这一个自由的了。 我们有看到, 保罗很强调, 赶出去, 原来对于保罗来说, 要将不悔改的人, 要赶出教会, 那些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 将错误的教议教导别人的人, 以及道德败坏的人, 任何福音的障碍物, 他一定要清除。 在这里的段落重点, 就是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 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不是关乎血统, 因为已经得着圣灵, 并且有真正的自由, 成为新的家庭成员, 要将假教师赶出教会, 因为他们会破坏新的家庭, 新的规定。 整个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特意将Sara和夏佳做个对比, 其实你去看一些诗经书, 或者可能网上你都会有的, 我尝试列了出来给大家, 很明显, 一个是代表, 一个是围奴之弱, 一个是自由之弱, 说明是奴隶的, 即是受奴役, 说明是自由的, 即是享受自由, 所谓的围奴之异是出于西乃山, 或者是西乃山。 我打了一个问号, 因为是否呢? 可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但刚才我看了《二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 他也有提到石安, 所以我将它放进去, 也会看到围奴之异里面, 就是说现在和地上的耶路撒冷, 跟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对比, 看到按肉体山的, 和按圣灵山的, 就是以实玛丽和以实的对比。 如致者, 你会看到, 就是围奴之弱的人不能承受产业, 反而是自由之弱的人才能承受产业。 当你一个是终身奴隶, 你永远都是奴隶的, 你终身享有自由, 你也是成为一个疑虑, 成为厚子。 这个预表里面, 他看到什么呢? 所谓的旧约维老之约, 就是以靠律法的人, 犹太太的基督徒, 那群假弟兄, 如果你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二章, 那群堕落的加拉太纯徒, 亦是代表阿伯拉罕的肉身子书。 自由之约, 那里有预表什么呢? 是以靠基督圣灵的人, 保罗, 那群愿意去以靠基督圣灵的加拉太纯徒, 那群亚伯拉罕熟灵的子书。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重点, 希望给大家看得到。 在这个时候, 我很想做一件事, 很希望透过儿子命分的继承权, 作为三至四章一个总结, 透过一些定义, 帮助我们去理解。 大家还记得这个处境图, 我希望你真是记住它, 我们是一个新世代的时代, 因为耶稣来了, 神的计划是怎样? 这个才是中心, 就是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社己, 要救我们脱离现今, 这个邪恶的世代, 即是说我们进入新的世代。 以下的定义, 我会参考下一本书, 叫保罗正义的书, 我希望透过这个定义里, 给我们当中有些反省, 你笔记也会有的, 最好你有笔记, 不然你不会明白我说什么。 而指名分的继承权, 我们首先去看教会, Church, 这个字, 源自希腊文, Kurriarchon, 意思是属于主, 但同样我们都会知道, 教会这个字, 也在希腊文其中有一个用法, 名叫Ekklesia, 即是指政治性质和管治性质的集会。 这个Ekklesia是不包含宗教性, 但偏偏, 新约的作者就将Ekklesia这个字, 形容基督徒的群体, 赋予了不一样的信仰内容。 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基督徒群体, 被呼召从罗马帝国和犹太教的制度下, 聚集成为一个有所分别的公民群体。 对当时来说,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定义,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定义。 今天, 我是从什么枯召出来, 去到哪里呢? 身体, Body, 我们经常说基督的身体, 你知不知道对当时来说, 身体也是一个政治性的用字? 当时罗马皇帝, Ziza, 很喜欢用他的身体去作政治的表达, 当时有不同的雕像, 可以反映到这方面。 如果你看到一些雕像, 或者是一些Google, 你也看到的, 它显示那些肌肉, 是多么符合。 身体是整个罗马帝国, 凯撒是一个交易主义, 即是有Jackson的主义, 凯撒是这个身体的主, 或者是头。 罗马帝国的身体是由不同阶级的成员组成, 包含了不同的权力架构。 但基督的身体是由主耶稣成为头, 是没有阶级的分别, 当中是没有权力观, 没有荣义观, 和罗马帝国不同, 只是有各种不同因此的成员组成一个群体, 所以有必于凯撒的身体。 我们会留意一些记载, 当基督的身体不断壮大扩大扩展, 原来是在威胁当时国家的政权, 所以当时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控制。 另一件事, 公民的身份。 能够作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公民, 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我不管你是从祖先继承, 还是政治联系获取也好。 这个罗马帝国的公民, 是代表了身份的价值, 以及所属国家的权势。 本来在其他书信都有提及过, 信套是什么? 是天上的国民。 儿子的名份。 信套因信耶稣基督, 并加上圣灵的引证, 得了神儿女的名份。 我们前两课看了, 是加拉太书3章26节。 但信套不是上帝那一位儿子, 是通过耶稣儿子的身份, 和祂中心的服侍, 得称为神儿女, 成为后子。 如果参考罗马的法例, 儿子的身份是有法律的地位, 拥有很多很多的权益, 例如计成权, 例如公民身份。 所以我们去读加拉太书3章26节28节, 希望你还记得, 这个儿子身份的法律地位是写得很清楚的。 我虽然没有打出来, 我希望你自己看回圣经。 他当时说, 其实你们借着信, 在基督耶稣女都成为神的儿女, 你们犯受洗鬼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 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 不再分为老的自主的, 不再分男的女的,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女都成为日了。 上帝国民的身份是来自信徒儿子的名份, 而儿子的名份是来自修养子的身份, 一个adoption。 当一个被修养者是要经过一连转的程序, 是要经过宣誓去表明向这个身家主绝对忠心, 是表明忠于这个全身的公民身份。 所以这个被修养者是要放弃旧有的宗教信仰。 最后公民身份和亚伯拉罕的后装有什么关联呢? 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装是那么重要呢? 我们就要从后期秘鲁时期的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读。 在犹太人秘鲁时期唯一可以找到身份认同的地方, 就是亚伯拉罕二子的称为。 我告诉你,今天我和你是不会明白的, 因为我和你都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时刻, 你都不想经历。 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 外邦人都可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装, 因为我们前两课都看了, 三章二十九节, 更加金堂我们都看了, 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是神所应许所生的。 所以在这个新世代里面看到什么? 原来外邦人已经加入了以色列人的行列, 或者是犹太人的行列, 成为神的儿女, 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继承权。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件事是有关系的, 我们能够继承有这个产业呢?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好, 最后几条反思的问题, 阿伯拉罕倚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神的应许, 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呢? 结果又如何? 第二, 在人生不同的场景当中, 我们会不会害怕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吗? 有没有呢? 第三, 赞不赞成把假教师赶出教会呢?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这件事是很小心的, 昔日保罗就是赶他们出去, 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 第四, 教会是否有些阻止实践福音的障碍物? 如果有, 要清除, 如何清除呢? 第五, 第六, 功课, 参考加拉太书五章1-15节, 爱人如己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第六, 其实上一堂我都避免了, 今天你再看15章-22章割礼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我今天和你过了藏试的一些经文, 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 OK? 好, 我们同心祈祷, 为你赴我神佐治, 献上感恩赞美, 多谢你自己一个这么完美的计划, 看到我们能够由这个身份 完全都是损你的恩典, 神夏, 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你的义女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走回头路, 更加帮助我们, 不要那么容易又圆弱, 完成你的亲自引导带领, 带领我们未来的生活中, 懂得如何仰望你, 明白我们真是, 作为你的义女, 如何活出这个天上耶路撒冷, 这种的意义, 这种的身份, 多谢你, 我们有天上国分的公民权, 竟然也是你的义女, 多谢主, 我们真是不陪, 愿你继续带领引导, 听我们祈祷交托感恩, 奉耶稣的名以求, Amen!